《抗憂鬱》 1. 優質碳水化合物 適量攝取優質的碳水化合物有助緩解壓力、愉悅心情 全麥麵包、水果和蔬菜都是很好的減壓食品 2. 含有豐富Omega-3脂肪酸的食物 這種脂肪酸被證明有益於大腦功能 對緩解憂鬱症狀有很好的效果 含有豐富Omega-3脂肪酸的食物 包括魚類、堅果、菜籽油、阿麻油以及森綠色蔬菜 3. 含有豐富維他命D的食物 一般來說我們的身體只要曬太陽就能轉化足夠的維他命D 但對於狗座室內的現代人來說 善食補充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最好在日常飲食中加入一些魚類、豆腐和牛奶 4. 含有豐富維他命D6的食物 維他命D6是身體生產血清素的重要原料之一 血清素被發現能夠調節心情和睡眠 血清素水平過低的人也容易產生憂鬱 含有豐富維他命D6的食物有開心果 蒜頭、三文魚、金槍魚、玻璃、捲心菜、牛油果等 5. 含有豐富西的食物 有研究報告顯示 西元素攝取量很低的人 患有鬱症的風險是沒有缺篩者的3倍 含有豐富西元素的食物有堅果、全麥食品、豆類、海產和瘦肉等 6. 含有豐富益生菌的食物 益生菌主要指乳酸菌和部分酵母菌 人體攝入益生菌的主要方式是吃發酵食品 例如娛樂和泡菜等 當然正如前面提到 交流、娛樂等活動 也是放鬆心情、緩解憂鬱的重要方面 所以在改善飲食的同時 我們也要維持良好的生活模式 只能夠更有助於保持健康的心情 未來有其他有空的不足 感到靈也發生了 如此,甚至有什麼 得到